自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富宁县位于江苏省延城市西北部 几经沧海桑田 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河湖纵横 摊档成片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作为著名的怀剧之乡 每到节假日 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 孙成浪和董燕燕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你们俩还挺浪漫 一起来看怀剧 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着电视 看着画质什么的 能听懂吗 听得懂 他其实旁边还有听过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是吧 看着做 董燕燕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 丈夫孙成朗对她是无微不至 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燕燕喜欢吃辣 嘴巴还很刁钻 无时无刻不再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 那么剩余烹鲜的江南人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其实一看这个牛角我就知道了 这是水牛是不是 对对对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 然后比较长 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对对 水牛肉它黄牛家就小了 水牛肉是赋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 既能提供能量 还能驱失消渴 那么孙成朗烹制水牛肉 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三四年的牛就好吃了 三四年的就可以了 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看它高 它如果说年龄一大的话 它高一大 它就周围一度 哦 年龄越大 小越大 对对对 牛肉的话在我们这里一老它就好吃 在孙成朗看来 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 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 将水牛肉切成小块 用木棒反复锤打 把粗糙的牛肉纤维敲散 敲松 再敲出白色筋膜 团成肉圆 下锅窜熟 清汤牛肉丸 口感弹牙 除了牛肉 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 绝对能成为孙成朗烹牛的亮点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 真是好久不见了 之前我也尝过 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 像橡质似的 像皮的那种口 特别沉 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 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 怎么清洗它呢 用我的钢刷 只有钢丝这个硬度 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 给它去掉 去除掉 特别硬很结实 抓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污渍 都去除干净了 对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 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心构成 孙成朗说 要想把脚心肉取出来 就要在水里炖煮两小时 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 还如何才能从这么长 这么硬的水牛角里 完整取出脚心肉呢 这是你看明显是收缩了 这骨头都出来了是不是 对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 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先用刀背先在上面撬 撬一下 先让它松一下 松一下 然后我们就用刀的呢 刀尖 刀尖 把它旁边就粘在一起的 把它划开就行了 就稍微往里深一点是吧 对对对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 我感觉你刚刚一拍它已经 你看 已经立过了 对对对 这其实你刀成就刀成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其实这个壳很沉 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 你看里面 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对对 胶质 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 这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 是吧 但其实这样闻起来 就是它那个杉味还是挺重的 那咱们这边吃的话 怎么才会没有这杉味呢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水牛角的绞心肉 是满满的椒原蛋白 虽然丰富 但兴杉味重 孙程浪选择用皮线豆瓣 和干辣椒炒制香辣料汁 用刺激的口味 平衡绞心肉的兴杉 为了讨妻子欢心 吃得过瘾 孙程浪集齐了水牛的四个胃 牛肠 牛腥 和牛肝 他又会如何烹制 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水牛的牛杂 应该跟黄牛来说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这个毛肚的那 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条 尖是吧 比这个黄牛的要大 要粗 它也比较厚 老牛毛肚的 比的厚的呢 它吃嘴里面更有嚼劲 更脆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 这层厚厚的壁 是不是 对 作为反铸动物 牛有四个胃 孙程浪所说的毛肚 就是牛的第一个胃 流胃 是暂存食物的地方 它表面的凸起越长 胃壁就越厚 口感就越好 不过对这个部位的处理 孙程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反面还有这个油 就直接用手吃就可以了 哦 还真的是挺厚一层 所以必须得把这层 这个油给它撕掉 是吧 这上面油不处理干净 上面会更腥 上面也附着了 很多脏的东西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 毛肚下锅焯水 然后用刀刮去表面 腥臭的黑色黏膜 直到一块酷似 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 对牛杂爱好者来说 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 网味俗称金钱肚 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 这个部位 用刀刮去表面异物 放在清汤里炖熟 金钱肚清爽脆韧 略带嚼劲 虫拌胃也叫千层肚 或牛柏叶 需要反复清洗 去掉表面粘液 这个部位在川渝地区 是抢手货 是麻辣火锅 不可或缺的经典扇品 当成千上万的小突起 挂满了汤汁 入口后便迎来一股 汁水的热浪 和满口的脆爽 相比清炖和涮烫 富宁人更喜欢用包仔 来炖煮一锅牛杂 孙成浪将牛杂 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 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 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 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 那会是什么呢 我也是姜醋人 反正我们这边吃辣的不太行 咱这人还挺多吃辣 吃辣还可以 主要是刺气比较重 水多 所以等于是用辣椒 去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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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湿 对 你看有辣椒 还有姜和蒜 他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比例正常是两斤辣椒 放半斤大蒜子 放半斤生姜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我们这个会很辣 很咸 咸辣 就是生的那种辣 生的辣 对 众所周知 辣椒向来是云贵川鱼等地的人们 离不开的调料 辣椒也可以泡椒 瓷巴辣椒 辣椒油 辣椒末 皮线豆瓣等多种形式 融入人们的餐桌 富宁人身处潮湿环境 因为对驱寒厨师有诉求 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 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 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就是把这个牛杂先煸干 煸出它的鲜香味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对对 对吧 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 然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两三分钟 这么快啊 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 为了给牛杂去腥入味 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 先加皮线豆瓣增加红量色泽 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 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 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 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 加水炖煮烧开后 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沙包里继续包制 经过时间的打磨 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 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 爽脆与辛辣并存 大菜来了 尝尝呗 你也尝尝 好 怎么样这个牛角 有没有给你惊喜 有惊喜 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 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 胶原蛋白满满的 它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 因为我就是它的试菜员 它每做一道菜 就是我先尝一下 你说可以 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 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 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 我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可的菜肴 好 在妻子的监督下 孙程浪的厨艺 孙程浪的厨艺长进飞快 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 还是鲜辣的牛杂包 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 随时来随时吃 餐馆虽小但温暖无限